我想请大平老师放一下照片 就有一次晚上 我那时候回到合肥的时候 我是找了一个代驾 然后我晚上下班的比较晚 我就在路上碰到了这个老爷爷 这个老人是有一点老年痴呆的 今年七十多岁了 跟他交流的时候 是很难知道他的详细信息的 但是我们在后面很细心地照顾他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 他老家是江西的 江西干州 他还有一个堂地 然后在哪里哪里工作 我当时我就在网上 上网查这个单位 然后找到了这个 终于找到了这个单位 然后也找到了这个单位的电话号码 我就打过去 我问你们单位有没有这个人 他说你找他干嘛 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把他的堂地的电话给我 我联系了他堂地 沟通了 然后把这老人送回家 但是我担心这老人 因为他有老年痴呆 我不能放他一个人回去 如果放他一个人回去的话 我前面做的所有工作 可能都白费了 可能就等于他还 不知道又丢到哪里去了 我就买了两张火车票 我把他送到了江西干州 一直送到了他的老家 还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而且不仅仅只是把老爷子救助 而且还要想着我怎么样 就能够安全地到家 我们很多人都说 童年对我们会带来很多的阴影 但是他对我们要去抱怨 所以我觉得这种积极的价值观 似乎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后面还有照片吗 后面没有了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多 也就是说因为当时你被别人帮助过 所以你特别想 用你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差不多 反正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 好